那我请教一下董老师 包含美日本周的高峰会都可能核心的讨论内容 包含了对抗中国捍卫台海 那澳洲的前国防部长 他也判断中国可能引发印太战争 是的 显然的 就是说中共的军机跟军舰骚扰台湾 这件事情已经变成现在东亚安全的 全世界最关注的问题 有可以注意到 美国的前国防部的官员唐安卓 他就有一篇分析 他认为中共用军事手段来施压台湾 恐怕是中共剩下唯一有效的方式 但是唐安卓说 用军舰军机施压台湾 会有两个反效果 第一个反效果 就是中共这么做的话 是疏远了台湾人民 第二个反效果 事实上美国的军舰军机 他也要进入这个海域 来捍卫台海的和平跟稳定 另外一方面 澳洲的前国防部长 派恩 他是在一个公开演讲里面 他的意思是说 在五年之前 说中国会开战 会启动战争 那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从现在开始 一直一路到未来的五到十年 根据中共现在所摆出来的 这种战略姿态来看的话 潘恩认为 未来五到十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已经越来越高了 因为中共的军队展现出来 他们有能力 有信心 而且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这三点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他又从军事预算来看 就是说美国的军事预算 以今年来说的话 是将近七千亿美金 是世界第一大国 没有错 但是排名第二的中国 他的国防预算 今年也达到史无前例的新高 超过2100亿美金 所以中共这几年 在军事上的迅速的崛起 已经让中共有能力 在太平洋 在这个第一岛链 包括东南亚 包括他们澳洲最担心的 澳洲岛链 来发动这个所谓的 不对称战争 他认为 按照他现在的判断 未来五到十年 会发生战争 另外一方面 这个又是美国的前国防部 那个网络安全部的 那个主任叫米尔斯 他最近也公开的讲 说中共想要统一台湾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晶片 中共他不会在意台湾 这个岛上面2400万人 他要的是台湾的晶片 其实中共也要的是台湾的土地 跟晶片 好 所以他也认为说 在未来其实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晶片不但我们过去讲过 不但是现在高科技业 非常需要晶片 现在连一般的家电业 那个全都是晶片 低阶的晶片全都缺货 而且今年已经涨价 涨一倍了 说未来可能会缺货的 可能是各位观众 无法想象的电冰箱 电视机 冷气机 那个微波炉 全部只要有那个显示器的 里面都有晶片 虽然那个是低阶晶片 但是全部缺货就对了 其实我倒认为 我蛮赞成 前两天 那个美国的普瑞泽 葛莱伊 他们有出了一份报告 那个报告的名称 报告的名称叫做 不要帮中国炒作台海战争的风险 所以说做点时事吧 所以我也会建议 这个澳洲的前国防部长 你如果那么担忧的话 澳洲能做什么 好 我们稍后回来